请剪彩 与会卫宾一同剪彩 也宣布台湾省议会档案史料展 正式在朝阳科大登场 那么省参议当时呢 就在那里 就现在在建国中心旁边的 那个过去的美国国事馆 台湾省议会从草创 转型到成熟 衰落成疾 60多年的岁月 为战后台湾的政治发展 做了最佳见证 因此省司议会决定主动出击 要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民主历程 没有了以后呢 各位看 现在几乎各县市呢 都在负债里面 都快破产了 不是只有中央要破产 地方也破产 那么这个责任呢 所谓政治的东西呢 这个组织确实不能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下一代能了解 了解台湾的这个进展 从省议会发生以后 整个的 整个这三四十年的发展 会这么 这么神似的发展 有它到底存在 所以不能随便去把它 这个 逛掉 这档史料展 采编年的方式 循着台湾省参议会 临时省议会的历程 设计46幅文案 像是各时期的 问证内容 推动的法案政策等等 都一一展现在大家眼前 另外也有多媒体互动区 议事堂体验区 信不少学生来参观 可是这个这个民主的落实 就是从以下地位开始 所以我们有进朝阳 在公共这个民主的 滥昌地呢 来设立大学 也有这个机会呢 把这所有的史料 搬带在这里来 我真的很希望 我们在座的市长跟同学 一定借用这几个礼拜的时间 好好的把那些事要看一看 知道我们前人 这个争动努力的过程 也能够把这个建筑资金 这对我来讲是 很有用的地方 台湾从早期的被殖民地 转变成现今的 民主社会国家 全靠前人的辛苦耕耘 身为台湾人 应知台湾事 走一趟台湾省议会史料展 相信会有不错的收获 记住温怡婷台中什么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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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